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那今天是7月29號 禮拜三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台股今天開地以後 那先走高 那中場又是做一個所謂下殺 那中場是跌45點 量是擴增到2179 好 那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 現在有很多投資本跟我講說 老師你能不能預算台積電 好 可以啊 明天開始預算給你們看啊 好 那我跟各位講 台積電昨天開高走低 今天呢 續跌 那我再次跟各位講 這裡是誰買的 散戶都買在高檔 散戶都是買在高檔 那我就去算喔 這我會去算喔 好 OK 那相對的 那相對的 昨天我節目 沒有去預算隔日了 但是我請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以進來索取 那我昨天 這個 我賴裡面有一萬多人 大概有兩千多個來索取 來索取 所以這也不能造假 為什麼 有索取到的都是 都是有數字的 這個都明明白白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這裡昨天有來索取就是這樣 好 7月28號 講7月29號 來 12530到12635 好 尖高高點 12660 低點12488 開盤12530 剛好開在這裡 那因為開在這裡 它是開了一個 開低 所以你要去做一個 所以調整 怎麼做調整 來 OK 我講得很快 635-530 這是105嗎 105 所以低點是10489 10489 那高點呢 105乘點 高點可能在10675 12675 12660 收盤是12540 剛好是收在多底這個位置 好 同樣的 這我就直接跟各位講答案了 來 再看一下 玉金光 這多 昨天你有來索取的 都知道 我跟各位講 你看節目 就看這個老師 我跟你講 節目是看美國 不是看 事後人家怎麼跟你講 那郭先生的節目 就是事先預算給各位 現在很多內行人都要注意看喔 那我可以去算到短線 今天算明天 我也可以 這個本週算下週 或是這個月算下個月 所以短中長線 通通一體私有 重點你會做預算 你才會是贏家 那我問各位明天怎麼走 你心裡有沒有底 有沒有底 我現在問你嘛 明天一檔股票 大概會漲到哪裡 或跌到哪裡 或是指數會漲到哪裡 或跌到哪裡 我考你 我現在考你啊 我跟各位講 看電視投資朋友 十一百個裡面 九十九個都不懂啦 那個懂的是我會員 或是上過有技術班的啦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就說 是到時等不明天 明天看怎麼樣再來做啊 看到漲就去追 看到跌就去砍 所以你要來學 有來學 預算技術才會是贏家 那你可能會是講 學可能要很貴 不會很便宜 很便宜 因為相信我的人 我都是隨便算 懂嗎 懂 好 OK 那這 昨天你有來索取 郁金光很多人 都在做當沖 很多人就 短沖長線都會做喔 那你短線上要懂 波段也都OK 那波段有是不是跟各位講 839 那最高838啊 我去不需要拿證據給各位看 麻煩你去看7月8號 我怎麼預告7月9號的 今天呢 來我們看一下投資朋友 高檔都是賞戶買的 低檔都賞戶砍 這是郁金光金最高681 昨天7月28號講7月29號 低點648 老師你就講657呢 657呢 好OK 因為開盤開在這裡 這我教各位 開盤靠近他 靠近他 就以他為主算低點 81間7等於多少 2424 原來低點是647.8 你看得懂嗎 所以 投資朋友大概 你做短線大概是在低檔之前砍掉 當然 當天最 今天最低就648 砍在相對低檔 然後你上來你在680 在那邊買 收盤你還是賠錢 了解嗎 重點是賞戶 低檔永遠是賞戶砍的 高檔永遠是賞戶買的 這句治理名言各位沒有聽到 所以 有抵的是贏家 沒抵的是獨家 十讀九書 十讀九書 這是鐵律 鐵律 OK 一檔一檔來看 來 這是昨天跟各位講的文貌 來 你有來索取就知道 文貌今天整場都在平板一下做遊走 那文貌出現什麼狀況 這裡有蹊蹺囉 外資不同調 然後呢 文貌 你注意看喔 華為新禁令 7月18號昨天 下午4點 華為新禁令 文貌 為什麼 他從9月15號以後 將 來 9月15號以後 文貌將會遵守美國法律 所以呢 他告訴你呢 又開始 總結來講 他的意思就是說 9月15號 文貌就不再對華為 華為出貨 懂嗎 這是禁令第一個 第一個出現的 文貌有這個狀況 其他的公司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會有 但是呢 文貌說單一客戶不會對公司 有太大的影響 華為是不是大公司 是不是占文貌 營收很多 那 9月15號對他不出貨 我跟你講啦 我如果是殺人 我也說我沒有殺人 了解嗎 很嚴重 或者說 這個我們是OK 我們都可以度過 你只要一想想看 文貌已經開始 9月15號不出貨 對華為不出貨 重點呢 對華為不出貨 它營收一定會減少 那文貌這個狀況 很多的電子股都會出現 懂嗎 也會 但是他不會跟你講 不會跟你講 所以呢 今天就是開低就下來了 昨天 欸 像這個消息是 突然間出來對不對 昨天收完盤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一開盤 開在326 那就往底下算了 會不會算 會不會算 會不會開在326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42減26等於多少 16 對不對 那因為他開低 再加 來 16 乘以點382 再加326 所以 他今天的高點應該是在332 今天最高333 就在這裡 昨天收334 那低點呢 哇 這低點就有趣了 是不是一樣 16 因為利空 可以靠到316 今天最低313 那我跟各位講 一開榜就知道 喔原來 他彈身上來332附近 是一個所謂的高點 他下去會跌到3 1 剛好算多少 316 對不對 真的到313就反彈啊 這種看板技巧 聽得懂在講什麼嗎 來 一檔一檔來 你看節目就是看這種美感 2454 昨天我打電話進來 來 散戶買這裡 砍這裡 散戶會買這裡 砍這裡 這是聯發科 短線的 你做股票 你有短看長 你先短的會算 你長的就沒有問題 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 在注意郭憲政電視節目 注意聽喔 所以投過節目 只有郭憲政一個在預告 好 那這種技術分析 可以事先預算 算這種可以預算出來的 注意我的測標 禮拜天 禮拜天 我會教你一點點費用 那個費用非常少 對你在操作股票 你一天輸贏幾萬塊幾十萬 我那個是鳳毛麟角 鳳毛鳳角鳳毛麟角 忘記了哪一句 通通通都一樣 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而已 我會教你 你未來也會算 好OK 來 昨天告訴你 6666跟688 今天最高694 694就是一堆人進去追 那殺到667一堆人在砍 我都沒看到會不會算 那昨天告訴你啊 你有進來說去 原來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666今天最低667 這裡 這裡是667 這裡694 賞戶買這裡 砍這裡 因為這裡破線 你如果懂得事先做預算 或是你有進來 拿我的這個事先預算 你今天就不會錯 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打勝仗一定要有戰術 做股票要有技術 你沒有戰術 再多的子彈你就會打光 沒有技術 再多的新台幣都會賠光 除非你家是開台灣年行 來 這是昨天告訴給各位的環球金 環球金 今天最低423 最高435 你昨天跟各位講434 今天最高435 低點423 對不對 而是不是高低點 差不多都抓出來 我會抓高點 低點不是用單一技術 同學 你以為那麼簡單 但是你可以學得到 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把技術線型轉化為數字 清晰懂功夫針 全部都是數字 了解嗎 那你抓到以後 你先預算出來 你調整一下 你波段短線上的高低點 精準無比 沒有模擬兩可 我只告訴各位 反正在台灣 你想要學習 事先預算技術 低買高賣的 早跟晚你都會來找我 那我跟各位講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 日線上 週線上跟月線上跟波段上 如何低買高賣對不對 對不對 你永遠不知道 哪裡是低點哪裡是高點啊 那你要學習 要會算 我會教你 這是郭先生存在的價值 很多人永遠跟著我學 看過我電視節目的 告訴你一句話 早跟晚你都會來找我 越快越好 只有一點點的費用 你一輩子變高手 不要踢氣 不然你繼續看我電視 你給我看三年五年 一句話兩句話三句話 三五年 真的郭先生 真的有一套 這是我獨門技術 外面你學不到 你學到 你花多少錢去學技術分析 你永遠學不到我的東西 我願意 用一點點的費用 公開分享給 相信我的投資朋友 讓你來學 這個禮拜天 你可以在LINE上面私訊我 私訊我 我要參加 這個禮拜天的 個股指數預算專班 你也可以在我的LINE上面的 線上表單 填寫預約報名 那你如果咧 想要更完整 就直接入會 就這樣直接跟你講 來 原項 今天最低188 最高202 最高200.5 最低188 賞戶買這裡 砍這裡 對高點差1.5 低點差2塊 那賞戶 那賞戶呢 來到這接近他 你就不要買了 那來到這附近 短線上 你就不要砍了 因為收盤 就彈身上來 收在這裡 賞戶是高買低賣 你學習到這個 你就如何高低點 你都會算 你就不會買這裡啦 你也不會砍這裡啦 短線上 那波段 波段 我有跟各位講過囉 242 叫各位不要買 就跟 玉金光這裡 叫你不要買 對不對 然後告訴你 7月22號出席 K他 對不對 我是事後講的嗎 不是喔 麻煩你看前面的YouTube 國具 387 376 389 376 散戶砍這裡 這裡376 然後呢 在這裡買 這裡387 389 OK 所以呢 再跟各位講一次 事先預算技術 你預算完 你調整精準無補 沒有 模擬兩可 我把技術線型 轉化為數字 你沒有技術 你再多的新台幣都會打光 沒有底的是賭家 十賭九輸 那你要來學 事先預算技術 好 那注意 廣告中時代電話 也可以在LINE上面私訊我 那也可以在LINE表檔上面 填寫預約報名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講 明天事先預算技術 好 8月2號飛輪系列 台北廠 指數跟個股的預算轉班 短線中線長線 我教你以後 你每一檔或指數 你全部都會算 應用我 三關價 三關價 趨勢轉折 三轉折 五轉折 最不K 除不K 亮人比 金銜便宜 你可以算出高低轉折點 通通可以適用 可以預約報名 02389 8689 或是在LINE上面私訊網 或是在LINEA裡面的線上表單 填寫預約報名 啟發頭顧有粉絲團喔 嚮往花錢不猶豫的生活嗎 想輕鬆退休不為錢煩惱嗎 快掌握啟發頭顧分析師動向 線上解盤 財經解讀 台股分析 講座資訊 重點新聞 啟發頭顧粉絲團通通都有 鎖定啟發頭顧粉絲團 讓你財富滿滿滿 主夢專線022389 8689 啟發頭顧 啟動財富成長 發現幸福人生 想帶家人出國旅遊 卻難以實現 想為家人換車 你卻遲疑了 也讓缺錢成為你的理由 讓啟發頭顧 協助愛家的你 達到幸福美滿的家庭 選擇啟發頭顧 獲利輕鬆入貸 致富專線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啟發頭顧 好換回到現場 昨天告訴各位 5分K 收盤5分K是空方量 所以代表今天拉高上來 你還是站在空方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收盤5分K 最後一樣空方量106億 那告訴你 明天拉高上來 你站在空方做思考 台積電今天呢 最後一盤還有人在砍 還有人在砍 這代表呢 台積電 短線上這裡就是高點 那商務幾乎都滿在這裡 那這個點我能不能算得到 我當然可以算 你會講說 老師你事後 我什麼的事後 你來我的技術幫 我都會教你算 我算出來就是465了 對不對 昨天掌停板一堆人在追 不知道在追什麼 對不對 就這樣 好那明天怎麼看 來 今天7月29號 算7月30號 逐步K向上在12605 什麼叫逐步K 我發明的 破前高向上在12606 好OK 那我們一樣可以看 這是加權指數對不對 明天的雙關價 今天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喔 我已經算到明天了 明天的雙關價 然後還有什麼 扣高低轉折 明天扣高轉折 這怎麼算 這不是所謂支撐壓力喔 這是乖離的一個觀念喔 來 那稅部K向上在12475 破前低向下在12476 所以7月29號 我們講7月30號 這裡是多頭抵抗 這裡是空頭抵抗 那一開放我就知道高低了 重點這個要為預算 要為預算 要來學 個股指數通通都一樣 好同樣的 看一下個股 你要做哪一檔股票 只要經過我教你 你每一檔都會算 但是節目上時間不多 我沒辦法每一檔算給各位 來看一下 這是明天的國劇 我裡面市值是一大堆啦 什麼什麼什麼的一大堆 直接講答案 375到387 那一開放我就知道高低點了 重點這個要會算 要會算 你會預算 你會調整精準無比 沒有模擬兩可 你就不會 我常說 見掌追 間諜砍 三個四個 十個高低順 因為你會算啊 算出來全部都數字 那你看開盤的位置 你也調整一下 你大概有時候 連調整都不用調整 你就知道它的高低點 懂嗎 懂嗎 好 這是明天的發歌 我跟你講 我這個節目 如果每天都講這個東西 你認為 會不會吸引很多人來 會 越來越多人在注意看 因為同顧老師沒有人這樣講 每個都是 我今天賺多少 我什麼賺多少 那個都沒有用 你看節目就看這個老師 直接告訴你明天高低點 做不到這一點的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而且我們用調整 都是一定是用 0.618跟0.382 精準 這是切割率的 重點 我會算出來 是用很多的特殊技術分析 三關價 三關價 七十轉折 三轉折 五轉折 碎不可以 足不可以 量能比 均線邊移 用最少七八種特殊技術分析 去算出來統合出來 高點全部在這個地方 低點採用在這個地方 採取一個所謂的中位數 均線值 那邊要學 那這個今天我可以算明天 一樣我中線 我本週可以算下週 我這個月可以算下個月 那代表短線波段 通通一體適用 懂嗎 好 郁金光 7月29號講7月30號 文貌 7月29號講7月30號 越看你會越癢 好像不學不行 廢話 越晚學 越晚學 你只是 越晚學的話 你只是一直在賭博 那一直賭到 賭光輸光 為國爭光 等你要來學的時候 真的要來找郭先生 你沒錢你怎麼來找我 你自己學 你自己學到了 你沒有錢你怎麼玩 這是明天的環球金 了解嗎 好 再講一次 你有預算技術 有時候連調整都不用調整 那有狀況調整一下 你高低轉折點 精準無比 沒有模擬兩可 明天怎麼走 你告訴我 如果當下你回答不出來 你最好來找我學習 因為你連明天怎麼樣你都不知道 你跟人家玩什麼股票 玩什麼指數 所以說有底的是贏家 沒有底的是賭家 跟著我的都是有底的 我對 我們摸得很清楚 我們都事先知道 那你沒有底的你是賭家 十讀九書 所以要來學預先 學習的預算技術 可以在LINEA私訊我 也可以在LINEA線上表單 填寫預約報名 我只告訴各位 注意聽我一句話喔 看過我節目的 早跟晚一定都會來找我 跑不掉 越快越好 因為郭宣政就是真能耐 你未來也會變這種高手 低買高賣 那你在股市裡面 才不會見長追間諜坎 一輩子賠錢 改變你賞戶的人生 跟著我來學 所以廣告中時代電話 祝各位明天操板生理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BGM